早安TBS 晨天快訊 要帶您掌握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要看到的是美國發生因此離奇的謀殺案 受女子涉嫌以行李箱來悶殺男友 不過她就變稱她們兩個人是在玩躲貓貓 根據JT TODAY的報導 其實這名女子是46歲的布恩 她就涉嫌在2020年的2月23號 以這個行李箱來悶殺男友托蕾絲 而被這個陪審團裁定2級的謀殺罪勝利 不過布恩她就變稱說 這個當時其實他們兩個喝醉的時候在玩躲貓貓 但是以檢方來說 她就點出這個布恩的手機錄影裡面都看得出來 其實托蕾絲當時是有在掙扎求救的 因此是不踩心這樣的說法 而這個布恩最高是有可能會被判無期徒刑 但是以這個女子來說 她自己也提到 過去其實這個男友對她有不少的所謂的這個施暴 或者是相關的暴力行為 因此這個美國法院也會在這個12月2號來進行相關的宣判 好同樣也是非常離奇的事件 怎麼會一走出家門就突然原地消失了呢 根據JT TODAY報導 這是發生在內蒙古的新安盟 有一個婦人她就出門到垃圾 但是卻意外摔入自家門口的一個坑洞 所以就變成好像一出門就原地消失 所幸這個坑洞的深度是大概只有一公尺左右 所以這個婦人是沒有受傷 但是她自己也呼籲這個有關單位 是不是應該要來加強對公共設施的檢修還有維護呢 因為她說的確自己是因為急著出門 所以沒有留意到有坑洞 但是她也認為這樣的狀況真的是非常的不應該 所以就呼籲政府應該要來保障居民的安全 避免再有人突然就原地消失 好 接續回到國內 一樣是要關心這個健康上面的議題 為了防止這腦中風帶來的嚴重影響 其實健保署又提出相關的減災的政策 根據聯合報的報導呢 以台灣來看 每年大概有4萬人會發生急性缺血性的腦中風 所以健保署呢 就提出相關的減災的一些減方 要預估今年成功救治腦中風的患者人數呢 是有望可以比去年再增加900多人的 而這所謂這個減災總共有三個政策 包含了這個血栓溶解劑調整為4.5小時內使用 還有取栓手術呢24小時內 跟今年7月起實施腦中風的經動脈取栓數 這個病人的跨院的合作照護計畫 其實在明年也會推出患者出院的管理計畫 同時也建議要加入這個健康台灣888的計畫 要來降低再次中風的一些相關的機率 好 除了健康上面的議題之外呢 現在其實也有非常多的這個熟男熟女談戀愛 所以這種作家他就針對了這種二度婚戀呢 來分享他自己的心得 他就覺得這個最重要的是應該是要開誠不公 根據聯合報報導就分享心得的就是作家高艾倫 他就說以這個高齡婚戀的心得裡面呢 認為這個誠實是真的還蠻重要的 就來減少感情成本還有相關的風險 而以台灣455歲以上的中高齡的女性當中 其實裡面多達4成是未婚禮婚或者是喪偶者 所以建立是不是應該設立這個一定的這個監護人來保護自身的權益 而且也建議在熟人的圈內尋找伴侶呢 他自己認為這樣是比較保險的避免受騙 而且高艾倫他也說這個中高齡談感情一定要非常理性 因為中高齡的婚戀呢會牽扯到更多的人生成本 不論是社會地位還是人生的財富等等 他認為如果是一場失敗的戀愛是非常有可能會面臨身敗名裂 或者是請家蕩產的一些風險 好最後要帶您看到這個很多人都喜歡去爬山 但是我們的山屋上面卻是出現了非常多的垃圾 恐怕也成了山林的生態殺手 根據聯合報報導呢我們原本計劃在今年底前 就會整建或者是新建這個山石座的山屋 來提升山域的服務的品質 不過包含了像是域管廚跟泰管廚 在進行巡查的時候就發現這山屋裡面呢怎麼都是垃圾堆 而且呢有非常多的食物還有廚餘隨便呢 就這樣丟在地上或是丟在山屋裡面 也影響到了高山的生態 而以台灣的登山人口來說 其實非常多是多達五百萬 而攀登百月的人也有五十萬左右 所以包含了這個相關的保育團體 還有資深山友就呼籲了 我們現在應該來加強山友的環境保護意識 必須要落實所謂的無痕山林 並免破壞生態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換給直播書瑞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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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